维安特勤人员全副武装 一手抓着车 一手拿着枪 仔细看看这辆特勤所使用的 消光黑车辆外形奇特 相似很少在路面看到 没错 因为它只有在特殊场合 才派得上用场 特勤小组在车顶占一排 平台升旗倾斜 这样高度刚好可以进入民宅空间 这是金正署添购的突击T车 九月刚挂牌 难得亮相 金正署新添购的这台突击T车 是为了第一层楼的攻坚任务 它们上面两只平台 可以360度不同方向的架梯 减少了架梯时间与人力 新型突击T车 把原本架梯时间缩短成10秒钟 就能解决机动性也增加 设在市区中行驶 再来时速部分 最高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 更有利于特勤攻坚 这回国庆日瘦度亮相 突击T车果真吸睛 突击T车及维安特勤队人员 主要负责全国性反恐行动 反人质劫持重大暴力案件 队伍里头跟在轮式装甲车后头 目光不时被吸引过去 甚至停到了自由广场时 也吸引了大朋友小朋友的喜爱 所有人真相拍照 国庆日是国家生日展现国力 消防署也入列 大头阵的是消防猛男 大秀肌肉身材养眼 取其带队 后头的则是消防队员 分别穿上火场救灾 水域救援 以及防火宣导等三款服饰 警销一同入列 就在这一天 全国共同参与国家盛事 TVN新闻 怎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